大家好,我是长雨昕,今天是7月31号 这整个7月过得真快 我小的时候有一首章语的歌叫整个8月 所以不用感叹整个7月过得太快 很快就需要感叹整个8月了 这两天我二伯从城里回到了家里 之前已经风波把他在城里的那些厨具啊 家具啊东西都往回开始搬了 然后一些被褥啊都是重新弄的新的东西 全部都换上了 我哥好像又从西藏回来了 所以我爸虽然不断有他的老年危机 觉得什么事都这些老年人活得晚景气的 但是也有像我堂哥这样还是很孝顺的 我就说已经算是很孝顺的这样的孩子了 就跑向所有的东西跑回来 然后陪我二伯度过他最后的这些岁月 我二伯回来之后呢就用那个躺影 每天就躺在自己家房子门口 可以通过整个院子那个大门 看到冲子里面的人来人往 我不知道冲子里面其他人会不会过去看他 但总之 我估计一般人可能会有一点心理障碍 因为这个人他离开分享县的时候 是一个被选中的工人 然后很快在这个队伍里面就茁茁成长 然后在中铁一局当过项目经理 应该是 好像在秦皇岛珠海 很多地方都待过 然后他回到分前线的时候 又跟我的爸爸一起办过楼板厂 就是那个玉制板厂 冲村盖房的时候就架了那个楼板 然后又退休之后的 又是一个很风趣很开朗 然后也见读识广的一个老人 那时候还挺胖 结果他再一次回到分前线 这个周家门前冲的时候 就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了 坐在那个地方 用我小顾家我那个嫂子的话来说 连头都走不住了 也就是说搭了个脑袋 看着都身与死之间的距离 已经模糊了 外人如果没有一个特别亲近的感情的话 可能近身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恐惧 但是对我来讲 我还是希望他能早点回到家里 一个其实如果你最终要 入土为爱 落叶归根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人生归处 城里跟冲村还是不一样 冲村你还是能够看到 那个你儿时最熟悉的那些景象 而且我可以经常去看看他 我今天早上吃完饭 我就去我二伯旁边坐了一会儿 因为吃饭对他来讲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有别人可能在吃饭 但是他也不一定能吃得下去 前前他回来的时候 我也去他旁边坐了一会儿 虽然那时候我哥在用油漆刷门 那个味道我难以忍受 但是我还是坚持地坐了一会儿 直到我坐到最后 我呼吸都不畅了 我才离开 其实坐在那儿也没有什么话 或者很少有话 或者说一两句 或者听他说两句 总之这样的生活 即便乏味那也不常有 我不知道有没有 更多的机会 跟他有这样相处的时间了 而且看起来我要跟他去录像 让他记录生活 将他以前的故事 将他小时候的那些事情的这种计划 可能很难执行得下去了 他现在说每一句话 都是觉得很费劲 然后今天早上我出去的时候 我爸说我二伯每天 看起来还能喝一点那个 我哈哈 八宝粥 我就说那我买吧 我还没来得去买 我爸就骑着自己去买回来了 就给我发信息 说我不用买了 所以这兄弟异常 其实到最后也是 虽然中间还是有一段时间 关系紧张 到最后还是能 真的是血浓于水 然后 所有人 现在都陪着他 一起走过这个 人生最后的这一段旅程 的